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冷空气将在今天报道 气象鼠预估这波冷空气会达到寒流等级 周四深夜到周五清晨最冷 到时候马祖只有7度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也只剩下9到10度 而这段期间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还有结冰或雾松发生的几率 台北地区一早雨淡来袭 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冷空气在周二报道 随着时间越晚 降温会更加明显 气象鼠预估这波冷空气将达到寒流等级 周四深夜到周五清晨最冷 届时马祖下滩到7度 中部以北 东北部金门也只有9到10度 沿海空旷地区还会再低个1到2度 不少民众也关心高山有机会降雪吗 同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六清晨 在中部以北 东北部 东部 大约2500公尺以上的山区 可能会有结冰的现象 会有雾松的情形 星期四晚上一直到星期六清晨 在北部 东北部 大约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 一样还是可能会有结冰或雾松的现象 但也不排除可能会有降雪的情况 气象专家贾欣欣预估在周四深夜到中午中午前 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 像是太平山 拉拉山跟雪霸都有降雪 或是向冰线的几率 气象专家彭启明则分析 周五的气温将来到低点 预估周五晚间到周六 中北部跟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 气温大都在冰点上下徘徊 比较容易看到雾松或冰线 尤其周五是冬至 他也直呼冬至很冷 这样进步才名正言顺 有感觉 下一波我们目前强度预估是没有像这波这么强 但也预估平安夜的低温 在马祖大约10度左右 金门啊 中部于北 东北部 大约13度左右 会比这波低温大概平均高了3到4度左右 入冬首播寒流即将来袭 冬至平安夜耶诞节 斗笼罩在又湿又冷的天气 民众务必做好防寒准备 这里是张远杰台北采访报道